乡下女孩第一次进城当佣人 一进到自己房间 怎么还有个男人 她看到一旁的被褥 问男人 你也住这里吗 男人回答 是啊 我都住一年了 这麻烦了 要男女混住 可为了保住工作 女孩立马规划起来 说合住可以 我要这一小块 剩下的都给你 但绝不能越现 男人也懵了 说你这是干啥 女孩以为男人要得寸进尺 锁在角落嘟囔着 这不太好吧 男人笑嘻嘻地看着单纯的媳妇子 说你理解错了 我的房间在楼上 这被褥是给你准备的 就在这时 房主荒木女士 带着之前的佣人 大酒宝阿姨进来 大酒宝对15岁的媳妇子 一脸嫌弃 她认为媳妇子做不好 简单交代两句 其他人都走了 当个佣人都能有自己的房间 媳妇子高兴不已 她不知道 这房间是一点不合音 在厨房听着 她大呼大叫的 大酒宝直腰头 让荒木将她赶回幸乐 另一边的媳妇子 已经把褥子铺开 要放开了撒花 这下尴尬了 她并不知道 这隔壁还有个房间 而且还住着一个人 被砸了的女人 从被子里爬出来 看到媳妇子的第一感觉 就是年轻 同样也认为她干不长 随后女人又继续睡了 在媳妇子想悄悄 把格档安好时 大酒宝进来了 好尴尬 好尴尬 媳妇子被叫到客厅 荒木告诉她 这里房客交的租金比较高 我们提供的服务 也比较全面 洗衣 做饭 打扫等都包含 你一个人要招过 四个成年人的起居 可能并不容易 一旁的大酒宝 将荒木说不到点子上 直接抢过话说 这个你可能干不了 我们需要年纪更大点的人 还没开始就要被辞退 媳妇子着急的说 自己能干 在家洗衣做饭打扫 她一直都做 大酒宝拿出三个盘子 说一个是为家人洗的 一个是为工作洗的 最后一个和家人工作无关 只是认真地用心洗 请问哪个盘子 洗得最干净 媳妇子想了想 说第三个 大酒宝憋了一会儿说 三个都一样 她告诉媳妇子 这个工作就像洗盘子 你只要洗 她都会干净 在外人眼里 这是任何人都能做的事 不会有人像父母一样 夸你做得好 繁重琐碎没有成就感 所以你这样的小孩 是做不好的 你刚刚不就搞砸了一次吗 媳妇子不再争辩 闷闷不乐地回到房间 看见通往院子的门 始终有个缝 她想去修修 结果被她搞得彻底关不上了 大酒宝阿姨也刚好来到院子 这下又尴尬了 夜里荒木装管了她一顿饭 可媳妇子怎么吃得下 家里揭不开锅 才把她送到城里挣钱 难得要空手而归 白天遇到的那个男人 归戒见状 给她夹了菜 对面的荒木也给她夹了菜 不能辜负了别人的好意 媳妇子这才吃起来 饭菜都很美味 美味能让人忘掉一时的忧愁 回到自己屋 媳妇子准备收拾行李 打开自己的包 发现一条一股臭味的汗金 底下还有一封信 是母亲写的 说包里的明信片 新衣服 都是邻居们给你准备的 因为他们觉得 你是个努力的人 你拼命维持佳绩的样子 大家都看在眼里 所以不管什么事 只要努力做了 就会有人看见 还有那条汗金 是你父亲的 她不让洗 说这臭味 才能让你知道 生活是苦的 是臭的 让你知道 无论如何 都不该认输 最后一定要保重身体 加油 媳妇子拿了那条汗金 捂到鼻子上 确实很臭 所以第二天一早 她强制上岗 先还了给她的钱三费 房客们此时也都陆续起来 趁着这个机会 媳妇子要做最后的争取 她说大酒保阿姨 昨天说的不对 这个工作 确实谁都能做 但干了半辈子的 只有大酒保 盘子也谁都能洗 但用心和不用心 也不一样 这不是一个 没有成就的工作 做好一顿饭 照顾好一个家 并不是谁都能做到 这就是了不起的事 所以我希望 以我的认真 在今后的某一天 也能让人夸一句 你好厉害 说完这一切 大家都在等着大酒保发话 大酒保却又钻进了厨房 归戒将茶壶推给媳妇子 另一个房客千米子 示意她赶紧开始压 媳妇子才反应过来 这是同意她在这干了 第二天 媳妇子四点半就起床 由于她刚来 大酒保阿姨 还会在这带她一段时间 直到她能独挡一面 这里不仅仅是做饭打扫 更关键的是 要根据房客不同的作息 为他们安排好这一切 到了晚饭 还要考虑房客的不同口味 即使正在吃饭 房客回来 也要立马放下 给他们先准备 一天下来 真是把人累翻 伺候人的活虽然不好干 但媳妇子还是慢慢适应了 可最头疼的 还是大酒保阿姨 不但要看结果 连过程 大酒保都要 媳妇子和她保持一致 比方这个接电话 不同的人 要用不同的口气 大酒保给媳妇子 做各种示范 即便下来 媳妇子算是学成了 晚上媳妇子接到一个电话 可那头却一直不说话 媳妇子变化成各种口音询问 那头她的父亲 早已忍不住哭了 却不敢出声 直到媳妇子把电话挂掉 长治才抽气了两身 是她将女儿送了出去 她耗面子 保守 固执 不过这些缺点 在当时的人看来 是所有男人的通病 所以这一刻 她对女儿的爱 还是让外人一阵心酸 人的复杂 也正体现于此